变化非常之大 外观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华为Mate 7的缩小版 然后从侧边的按键看来呢 也是之前4月份发布的旗舰P8的按键 就是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称之为置零件的按键 长按此处呢可以触发荣耀7的语音助手 双击呢则是开启智能情景系统 然后单击的话可以由用户自行设定 开启什么应用 系统方面基本与此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置零 也就是这个按键所触发的语音识别系统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非常多的使用方法 非常适合 这个如同Mate 7一般的指纹识别系统 同样也是可以无需点亮屏幕 就可以触发几率非常高 非常实用